当归补血 黄旗补气 传统中医补气最常见的中药之一 像是卫福部国家中医药所所提出的防疫查当中 就利用了温和的中药材 黄旗贵枝商业 薄荷 鱼心草等等制作 可以为大家补气提高自我的免疫力 但中药业者提醒各个年龄层还是有注意事项 年长者要补气前先顾好胃气 必须先把他的胃气顾好 这个在此次的话就是 在我们俗称的有一个顾有成万就是四金子 里面的话人参看你要用西洋参 东洋参都可以 然后白氏 芙苓 甘草为主 那一些防疫的药材为辅 这样的话 在长期服用的话比较不会偏寒 另外年轻人想要降低生病的风险 要尽量不给身体内外失邪热邪 病毒里应外壳的机会 也就是说觉得热吃冰想要散热 却是阻碍热气和湿气的散发 身体反而更燥热 建议年轻人先戒掉冰冷饮品 一般的话像现在的年轻人 比较容易饮用冰品 冰品的话要少吃 因为吃冰品是多了 会产生胃的磁带性吸收会比较不好 那会降低本身的抵抗力 所以这个很重要 病毒传染不挑人 专挑抵抗力弱的 中药业者强调 除了中药补生之外 打疫苗 戴口罩 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才是全方位 抵抗病毒的好方法 记者游文宜 板桥采访报道